而接下来 他就要亮出一套 重量级的秘密武器了 您这个大锅直径的有多少 这个是一米二 这个锅要放一百多斤的酱 一百多斤的酱 煮了一个我的 陈大哥说 他家甲鱼火锅好吃的核心机密 就在这锅酱里 搬不动 来来来 陈哥你上手断下 好嘞 在菜籽油中 依次加入牛油 猪油和鸡油 搭配出浓香的底味 再撒入大量的洋葱 大葱和生姜大蒜 爆出浓郁的辛香 再倒入整整50千克豆瓣酱 炒出香味 陈大哥就要揭晓调味的秘密 这个是什么 玉果 玉果 它确实表面很有光泽 是 这个又是什么呀 这个真没见过 像那种迷你版的小枣 红扣 就是白扣红扣 红扣 对对对 陈大哥炒料用到的调味香料 一共有12种 除去炖肉常见的八角 小茴香等 最关键的就是性温未干的玉果 可以趋势消失的红扣 和温补增香的灵香草 将所有香料打成粉末 下入锅中 浓郁的复合香味 瞬间迸发 在整个小屋飘荡 原来我在部队里 做过菲律兵 转业了以后 一直想开个小城管 就是85年 11月5号到了武汉 好像一个纪念日 记得哪天开的宴不 那当然 21年10月10号 我的生日可以 我有时候我都不记得 这个日子必须得接受 过往的经历 让陈大哥做任何事 都讲究认真和努力 熬酱的过程 需要整整八个小时 期间还要不断翻搅 否则香料就会糊锅 让香味大打折扣 武汉人吃甲鱼 非常注重搭配 有的靠香菇增香 有的靠冰糖提鲜 而陈大哥的甲鱼火锅 一定离不了黄膳 而在处理膳鱼的环节 陈大哥也有妙招揭晓 你是直接把它拍扁了 对 把管状的扇鱼拍扁 不但能拍出多余的血水 减少腥味 还便于切好的鱼段受热 将甲鱼肉下入锅中煸香 再加入灵魂的蜜酱 就要加入啤酒 去腥增香 就打出个蔬菜汁 姜蒜和香菜 打出个蔬菜汁 对 蔬菜汁的加入 为整道菜增添了一缕清香 在点准 肉容易煮烂 不盖锅盖里 慢慢地把那个筋的味道 煎进去 炖煮的过程需要27分钟 当甲鱼肉吸饱了鲜辣的汤汁 裙边也变得晶莹透亮 又不失弹性 就可以下入扇鱼段 只需三分钟 扇鱼的鲜香和甲鱼的肉香 逐渐融为一体 在锅中形成绝妙的搭配 胡小妹为您烧菜